欢迎回来 这里是2019年一级建造师 项目管理的考点金奖班课堂 我们正在讲解的是教材第五章的内容 接下去我们要讲解的是 这一章的第四节 有关现场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的要求 那么在这一节中间 我们终于从三个方面去给大家进行讲解 一个是现场文明施工的要求 一个是现场环境保护的要求 还有一个是职业健康安全卫生的要求 请看这个考点 施工现场文明施工的要求 这是每年应该说都考的一个重点考点 在我们的151718的卷面上都有显现 文明施工的含义主要强调三点 就是施工现场要有良好的作业环境 卫生环境和工作次序 两个环境一个次序称为叫文明施工 作业环境要好 卫生环境要好 工作次序要紧然 这就是文明施工 第二建设工程现场文明施工的措施 我们第一要加强现场文明施工的管理 特别重要的一个考点 就是项目经理是现场文明施工的第一责任人 这一条是经常考试的重点内容 好接下去我们来谈文明施工的管理措施 首先要谈的是尾档 沿工地四周连续封闭试制尾档 那么考试的经常考他的一个高度 市区主要路段 世界市容景观路段 一定要设的尾档高度不低于2米5 其他的工地可以不低于1米8 所以这两个数字大家要记住 只要他有市区有市容景观 那么你一定要有2米5 至少1米8 这是其他工地的尾档高度 好第二个完全是靠大家平时背 那么其实我们工地上每天进进出出的同学呢 根本就不用背 因为他看都看熟了 盖矿牌 人员名单和监督电话牌 消防保卫含防火责任牌 安全生产牌 文明施工牌 5牌 要记住他的啊 因为神武里面也经常考这5牌 还有一个图很简单 单选题 施工现场 总平面图 那么我们提倡现场要推行硬地平 推行硬地平 没有说一定要求你 什么地方都要硬地平 该做硬地平的地方 主要是主干道 主干道不管你是这个作业区还是生活区啊 这个运输主干道必须要做硬化处理啊 然后沿近泥江污水废水外流 未尽允许排入河道 因为这样的话呢 对河道对下水道都有可能造成污染 堵塞 现场的话强调的是山区划分 必须非常明确明显 我们山区是指我们的生活区 作业区啊 以及什么 办公区啊 一般来说 这个办公和生活 有时候 区分不是特别的严格 但是作业区一定是非常严格的 作业区 于办公生活区 必须明显划分 要有可靠的 隔离栏防护措施 然后 我们现场如果有食堂 一定要强调 食堂 从业人员 要健康 要有健康症 才能上岗 特别强调一点 就是我们现场一定要有消防管理制度 要有消防的领导小组 要有消防的制度 还有有消防的责任人员 现场有一栏一爆的物品 有放油切的油切间 存放和制作木材的木器的木工间 还有我们总配电间 像这种地方 都是防火的重点部位 那么在这些重点部位上 都要去放上灭火器 沙香 而且要与专人负责 专人负责 我们要建立起文明施工 要建立起检查考核制度 要抓好文明施工的建设 好下面我们来看这道例题 关于施工现场 文明施工管理措施的说法 准确的有 A 现场要封闭管理 外来人员要登记 这个没错 闲杂人员一定要摒弃在 这个大门以外 门卫24小时 专人这时候要负起责任来 整个现场围挡 要形成一个封闭连续 所以A是对的 封闭管理 外来人员经常要登记 B 现场的罪区 生活区 主干道地面 必须硬化 也对的 我们要求这个硬化地平 推行硬化地平 主要指的是 主干道地面 B也对 C市区主要路段 已经是市区了 主要路段 工地为挡高度 不低于两米 两米这个数字是错的 应该是什么 2.5米 不低于2.5米 所以这个两米是错的 这个数字要记住 是两米五 然后现场不准随意吸烟 同时消防重点部位 要有消防器材 消防灭火器 消防杀项 这个AB第一 在我们浏览阅读的过程中 就掌握了 就知晓了 而C是需要我们抢记的 因为尾挡的高度有两挡 2.5 1.8 2.5是指市区 或者说景观道路 这个附近的工地尾挡 不低于2.5米 而一般的场地是1米8 所以他这里 大家看到已经是市区了 所以一定要到2米5高度 当然是AB第一 好再看一道例题 关于建设工程 现场文明施工管理的措施 准确的有 A 项目安全负责任 是施工现场文明施工的第一责任 他玩了一个字眼 这个安全两制 欠在里面是错的 我们强调项目经理 那么是项目负责任 所以A呢是错的 那么应该是项目经理 好 那么B 沿工地四周 围挡封闭 连续封闭 这个没问题 市区主要路段的围挡高度 不得低于1米8 这个有错了 1米8错了 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2米5 是吧 应该是2米5 然后C 现场设置排水系统 以将污水 飞水 有组织的排入到下水河道 怎么可以直接排入到下水河道呢 这个是绝对错误的表述 是吧 所以 所以必须要经过沉淀 而且处理合格以后才能向外排放 所以C又错了 那么D 现场封闭管理 封闭管理没错 外来人员经常登记也没错 好 第一是对的 再强调 现场必须有消防平面不知徒 消防责任 有领导 有责任制 有责任人 还要有什么器材 还要有消防平面不知徒 这个都是消防所必备的 所以1也是对的 1也是对的 所以答案呢 应该是D和1 答案应该是D和1 好 我们进入到下一个考点 施工现场 环保的要求 这个也几乎是年夜要考的 14年到18年 我们都能找出 它的这个身影来 卷面上都有它的体 主要是针对五大污染 一个是大气污染 一个是水污染 一个是造生污染 一个是固体废气污染 甚至于时髦一点 还有什么 还有光污染 好 大气污染 我们用浏览的方式来学习 不要很有负担 但是要看 要经常看 看的时候 要发自内心的去认同 高大建筑物 清理施工垃圾 在高处垃圾 能不能够凌空 任意抛洒呢 不可以 因为这样的话 造成了大气空气污染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要用封闭式的容器 实际上是要从高空 把它调运下来 另外一个 现场的道路容易起灰 容易扬成 那么要进行清扫 现场存放的细颗粒 散体材料 咱们要在储存的时候 防止和减少粮成 我们可以覆盖啊 我们可以仓储啊 覆盖啊 然后禁止在现场 焚烧 有毒有害 恶臭气体的物质 这一点也是经常讲到的 用到的词是禁止 焚烧 禁止焚烧 有毒有害 恶臭气体 或者 好 顺便提一下 茶炉 茶炉尽量采用电热水器 烧电比烧煤 产生的空气污染要少 是吧 电是清洁能源 煤呢 它在燃烧过程会 挥发出来一些 这个污染物 所以我们用电 电是最干净的能源 当然电本身的源头 我们就不去说它了 是吧 因为你用煤发电 那你同样也是会产生污染的 但是这个地方 我们从工地上 现场的角度来讲 用电 总比你用煤 小煤炉烧水 要好得多 好 拆旧建筑物的时候 要撒水 把撒水 其实我们舍物里面讲 拆旧建筑物 如果有可能的话 用安全网 密模安全网 把它围起来 两重功能 一网两用 既可以什么 而保证安全 拆下来 飞出来的东西 挡住了 又可以什么 把这个阳城 给控制住 给吸纳住了 所以这个拆旧的时候 一定要杀水 好 看看水无染 禁止有毒有害 废弃物做土方回天 因为贾东说 你有毒有害 废弃物做土方回天的话 那么这个九部地区 土园 水园 地下水园 都会得到污染 所以不准 有毒有害 来做回天物 然后 废水 污水 必须经 沉淀池 沉淀合格 一定要强调 合格 才排放 不能说我沉淀了 我就可以排放 一定要沉淀 并且处理合格了 达标了 才能排放 那么下一条呢 是烤烂调的一条 一百人以上的零食池塘 要有格游池 格游池三个字 然后 厕所 化分子 要防渗漏 化学品 外加剂 要妥善保管 用仓库 仓储 这是水污染防止 这下去 造成污染防止 那么先背一张表 昼间 七十 夜间 五十五 白天 晚上 这个分子 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七十分贝 一个是五十五分贝 这个要记一记 然后 声援控制 是最根本的控制手段 所以 最根本的倒过来 记声援控制 比如说 我们可以买 低兆设备 代替 高兆设备 这个当然要花费 要有投入 再比如说 我们可以装 消声器 这个都是属于 声源上控制 那么在 传播途径上控制 也是一种方法 吸声 各声 消声 减震降噪 我们在机器上 装上 这个减震降噪的 阻尼性材料 这个可能就是 体现出减震降噪的 传播途径上控制的方法 接收者防护 同时我们要控制 人为造声 人口扯灭区 强造声作业 一般在晚上十点到次日早上六点之间应该停止强造声作业 一定记住 晚六点到次日早六点 晚上十点到次日早上六点之间要停止强造声作业 好 固体肺炎 固体肺炎的处理 我们强调是 资源化 减量化 无害化 请大家注意 然后呢 这个 主要的 有回收利用 减量化利用 处理 那焚烧 就是一个最典型的 减量化 然后除了焚烧以外还有分血破碎压实浓缩脱水 这都可以起到减少最终的处置量 减量化 好 焚烧 焚烧是什么情况 不适合再利用 而且不移这些填埋处置 那么我们就焚烧 焚烧其实 它会从这个 它处置的角度来讲 第一 它减量 第二 经过焚烧以后 也许它本身有害的 烧掉了 那就无害了 所以这个所谓的无害化 减量化 在焚烧上是集中得到体现 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 脚望不能过正 现场 利清 不能直接弄烧 这个油沾油切 不能烧 恶毒 恶臭 这个不能烧 避免对大气产生什么 污染 好 稳定固化是拿什么 拿水泥 利清 把松散的废物包裹起来 目的是阻止 废物中的有毒有害物质 向外迁移扩散 填埋 是要经过无害化 减量化以后 再去填埋 填埋 填埋的前提 是经过无害化 减量化以后 那么 禁止 有毒有害废弃物 现场填埋 否则的话 要影响到土源 影响到水源 好 看立体 下列 施工现场 环境保护措施中 属于大气污染防止措施的 是 污染防止 所以答案是D 再看一道题 打装机械 在骤间 我们现在的控制排放 造成排放限制是70分贝 晚上是55 对吧 那么一般我们 要求是白天控制在70分贝以下 好 再看一道题 下列 施工现场 防止造成污染的措施中 最根本的措施 当然是从 声源上 去降低 答案是D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 安全 卫生 这样一个 要求的考点 这个考点 这几年也是经常考 从15年到18年都有提 首先宿舍管理 那么几个典型的数字 大家要记住 室内进高2米4 通道宽度0.9 宿舍人员16人 那么一定要注意 这个数学上来讲 进高是不小于2.4 宽度是不小于0.9 那么就不小于的话 那至少是大于等于了 对吧 每间宿舍是不超过16人 那么最高的极限就是16人 这是一定要注意的 那么这里 友情提醒一下 这个2.4米 在神物课里面呢 可能有2.5米的讲法 那么美门课程 有美门课程 自己的考试范畴 所以考管理的时候呢 我们按照书媒改 我们还是按照2.4来记 然后现场宿舍 必须要有可开启式的窗户 那么理解一下 这个可开启式窗户 平时的时候采光通风 这个 等到危急的时候 可以做什么 做救生通道 宿舍内的长铺 不得超过两成 严禁使用通铺 是严禁 而不是不移 或者不得 而是严禁使用通铺 再看食堂管理 首先卫生许可 身体健康症 这个整个食堂 要有卫生许可症 一个症 相关人员 要有身体健康症 这都是症 第二 这个吹式人员的工作服 不能穿出食堂外面 非吹式人员 不要进入食堂的制作间 第三 吹具餐具 共用饮水具具 必须清洗消毒 第四 要加强食品原料的进货管理 严禁出售 变质食品 食堂必须要把好这个食品安全的关 食堂要设在远离厕所 垃圾站 有毒有害场所 等污染源的地方 不能靠着厕所 不能靠着垃圾站 不能靠着有毒有害场所 好 下面这条经常考 食堂要有独立的 独立的制作间 同时食堂的这个相关的制作间 储藏间 这个门扇下面 要有防鼠挡板 不低于20公分 防鼠挡板 挡老鼠 因为食堂有吃的东西 老鼠会闻着这个香味会来 那么你要想办法把它挡在外面 所以这个门下面的挡鼠板要高一些 不低于0.2米 灶台 灶台的话呢 铁瓷砖 要铁瓷砖 铁瓷砖的高度呢 不小于1米5 地面 要硬化和防滑 因为在厨房里面吧 容易有水 容易有油腻 所以要硬化和防滑 还有一点关照 粮食 离墙 离地面 都应该大于20公分 因为墙面容易受吸潮 地面容易吸潮 所以都不能紧贴着墙面 紧贴着地面 都要有一定的空隙 而且最好这个空隙能够保持通风通畅 好 食堂要配备必要的排风设施和冷藏设施 这个食堂里有大冰箱 这个食堂冰箱这是肯定有的 排风 冷藏设施 同时食堂外要有干水桶 这干水桶要经常处置 及时清运 好 讲完食堂 接着来讲厕所 这个厕所的话呢 注意 是高层建筑施工特别重要 超过八层以后 每隔四层要有一个临时厕所 当然厕所要专人负责清扫消毒 这个时间久了 这个厕所里面的沉积物 化分值要及时的清淘 这个我们设置 水冲色或移动色的这个厕所 厕所的地面要硬化 因为你有水冲的嘛 这个地面一定要硬化 硬化 好 这是厕所管理 其他临时设施的管理 我们规定 如果说有法定传染病 手舞中毒 这些中急性这些中毒 这种事情发生 要求在24小时内 向现场所在地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 向着他们报告 那么这是必须要旅行的一个职责 义务 就是如果有传染病 有中毒 那么24小时内 必须向当地主管部门报告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以及如果你是属于什么中毒 食物中毒 传染病 那么有卫生防御部门 也要报告 配合调查处理 好 我们看例题 关于施工现场食堂 职业健康安全卫生管理的说法 准确的是 A 食堂不需要办理卫生许可证 错了 不需要错了 必须要办 但催事人员需要有健康证明 催事人员要有健康证明 食堂本身要有安全 卫生的许可证 B 食堂制作间灶台 这周边贴一米八高的瓷砖 我们最低限度一米五 你贴的高 那是好事 所以这个可以 C 除催事人员和现场管理人员外 不得随意进入 其实现场管理人员 也是非这个食堂的 这个餐饮催事人员 所以不能进入 所以这里面 他就偷换了一个概念 现场管理人员也不能进入 随意进入 第一 食堂外因设置 敞开设 敞开设错了 应该是封闭的 这个敞开设 这个苍蝇蚊子 这个 甚至于一些野猫 都会来 八十吃 弄得周边环境 脏乱不堪 这个滋生 粉质苍蝇 这个都不可以 所以食堂外呢 要 封闭式的 这个干水桶 然后呢 有盖的 能够盖住 封闭的 这种干水桶 定期进行清理 这定期清理之类的 所以敞开设施错了 所以这道题最后的答案呢 是B 因为我们的规定是1米5 厨房里面 尺寸是1米5高 至少地面呢 有防滑 硬化 好 再看一道题 关于宿舍管理的说法 现场宿舍管理说法 A 每间宿舍居住人员 不得超过16人 这个数字是对的 16人 是个极限 每间宿舍 不能超过16人 B 室内进高 不得小于2米 这个2米要太小了 至少2米4 这是我们管理的说法 生物里面还是2米5呢 C 通道宽度 不得小于0.8 这0.8小了 我们讲的很明确 不得小于0.9 被移使用通步 有同学会被他迷惑住 不是被移 程度上没表现出来 应该是禁止 严禁 所以最后的答案是A 好 再看一道题 关于施工现场 这一健康安全 卫生管理要求的说法 错误的是 请注意要 他找的是错误的 生活区 可以设置敞开设的 垃圾容器 这个敞开设 总不是准确的 这个垃圾容器 应该是密闭设的 密闭设的 这是错误 去注意 他问的是错误的 我找的是错误的 不要以为是准确的 然后BCD 那么这三条 肯定是准确的 宿舍不用通铺 严禁通铺 这个是对的 水沖测地面 要硬化 这也是对的 食堂要有独立的 制作间 这也是对的 所以这三条是对的 不是错的 而只有这一条是错的 而题目问的是什么 题目问的是错的 所以我们选的是什么 选的是A 好 同学们 这一节又该做小节了 这一节是所谓 现场安全与环境管理的要求 首先谈的是文明施工 解释了文明施工的三层含义 解释了一些文明施工的具体措施 比如说尾档 尾档的2米5高度 或者1米8高度 所对应的内容 四区警官 2米5 一般 1.8 这个都要记住的 五排一图要背出来的 是吧 另外还有一点提醒大家 就是现场如果 主要的 重要的 这个作业场所 有危险性的 作业场所 主要的出入通道 一定要有警示警告标志 这一点呢 请大家在书上画下来 也要注意 好 然后 这个几类污染的防治 大气污染的防治 水污染的防治 造成污染的防治 固体废物的处理 尤其是大气污染里面 现场不能焚烧 有毒有害 恶臭气体 产生的这种物质 这个要防尘 要洒水 地面要硬地瓶 主干道要硬地瓶 那么这些都是防止 大气污染的 你拆旧的时候 要洒水 水污染防治的话呢 就是你的这种泥浆啊 污水啊 废水啊 要沉淀 而且沉淀合格以后 才允许 达标才能允许排放 造成污染的话 要记住七十五十五 这两个数字 并且一定要记住 我们最根本的 是要想办法从深渊上 把造成器控制住 那么宿舍管理里面 强调的几个典型数字 2.4米高 这是起码的 0.9米宽 也是起码的 是吧 这些数字都要记住 16人是不能超过 这个也是要记住的 厕所里面 8层以上 每个4层要有个零食厕所 其他的里面要求 就发生职业 这个性的健康 安全卫生论 大事件 比如说中毒事故 这个这些健康安全中毒 手务中毒 法定传染病 两小时 一定要这个报 报到什么 报到咱们的这个主管部门 以及报到咱们的这个 卫生防御部门 这些呢 希望大家都结合 这个提示性的框架呢 对着它 把书合起来 自己能说多少 能说多少 就意味着你将来能考多少 这是正相关的 请大家一定相信我 这是正相关的 所以我们的能力怎么建立起来 就是我们看着这个框架性的内容 我们自己能够把它什么样的 具体的内容反映过来 并且能够一五一十的威威到来 能够把它说出来 经常性的进行这样的练习 你肯定能够胜任对管理课程的考试 肯定能够在做具体考题的时候 游乐有余的幸运手 好了 同学们讲到这里的话呢 我们教材第五章也就讲完了 第五章的特点呢 是背的东西也比较多的 希望大家能够掌握住这个特点 有的方式的去进行学习 考试要求我们怎么学 我们一定要遵循考试的规律 才能够学好 那么课程录制到第五章的时候呢 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个沟通 希望大家能够一步一个脚印 把看到目前能看到的 这个视频课界反反复复的看 反复复的结合自己的学习 反复复的参考 然后逐步逐步的打赢攻坚战 一步一步的一步一个脚印的 能够踏实的往前跨 不要贪求快 不要贪求大致 差不多 这个都是对考试顺利过关 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律的 我们踏踏实实一步一步来 我们管理非常讲究什么 流程 讲究程序化 程序化换来的是什么 虽然你看上去程序化 好像你的进行过程 有点有点沉重 但是实际上将来得到的结果 是有效 是高效 效率高 而且准确性也高 这是我们第七章信息管理里面 讲到程序化的东西 它的效率高 而流程化 效率高 而且它的将来的准确性也高 请大家一定要懂得这个管理的原理 那实际上对你自己的复习 也是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的 其实我在讲课的时候 也是秉承着这个原理 在跟大家进行细致的沟通的 谢谢大家 稍等我们后面再给大家录制 第六章第七章的视频课间 一起来进行完整的学习 谢谢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